好紧急补录一点关于我们这个腾讯云的一键安装脚本 我前两天出差刚回来就发现我这个之前写的腾讯云的一键安装脚本不能用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小伙伴都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在使用我们这个腾讯云一键安装脚本的时候出现报错 那我昨天刚回来研究了一天然后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我今天赶紧出一个视频来说明一下 那这一期呢也算是一个腾讯云安装的补丁视频吧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啊直接进入这一期的内容 对了首先我们先说一个比脚本爆错更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腾讯云的价格问题 我之前录这两期视频的时候 这个腾讯云呢其实我自己是测试了半个月的 那个时候腾讯云的政策是60元15天 然后这个15天服务器到期之后呢 是可以再次以这个60元的优惠套餐购买使用的 虽然我是重新购买服务器啊 但是可以通过这个镜像迁移的功能来实现一键安装系统 也相对比较方便 但是我出了这个教程之后啊 过了没几天腾讯云的政策就变了 现在它是一个新账号只有一次这个购买60元15天服务器的机会 再次购买的话就不能用这个优惠了 而且这个服务器的续费非常的贵 所以我上周看到腾讯云的这个政策改了之后 也第一时间发了一个公告 关注我频道的小伙伴呢应该会被推送到 也尽量帮大家第一时间去避开这个坑 所以大家现在购买腾讯云服务器的话 要多考虑一下这个价格的因素 虽然可以通过无线注册新账号来绕开这个限制 但是这个腾讯云是绑定微信号的 其实相对也比较麻烦 第二呢就是已经使用了这个腾讯云的用户 尤其是前两天刚刚刷到我视频 然后购买腾讯云安装的用户发现 我之前视频中的这个腾讯云的一键安装脚本不能用了 安装的时候会报错 如果你的操作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会看到这个报错的界面 原因就是因为Stable Diffusion 作者这边要求这个Gradio用的是3.31.0的版本 但是这个腾讯云默认的镜像源没有这个版本了 所以它就会报错 不过之前腾讯云的镜像源应该是有这个版本的 因为我在写这个脚本的时候 其实测试了很多遍都没有问题 包括这个脚本刚发布的时候也没有这个问题 应该是这两天它突然拿掉了 解决的方案呢 就是把腾讯云的源换成阿里云的源就可以解决 我这里呢来演示一下这个操作方法 那我们需要点击一下我们左上角的这个文件夹按钮 好我们在这个跳出的窗口中呢 找到这个PIP的文件夹 我们点击一下 好进入这个PIP文件夹呢 我们看到这个文件夹下只有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选中它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下载 好我们这边提示下载完成了 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打开文件 我们看到这个PIP的文件啊 其实就三行内容 主要就是说这个镜像源是这个腾讯的镜像源 我们需要把这两行改成这个阿里的镜像源 好我把我们阿里云的镜像源先粘贴过来 然后呢我们删掉了之前的这个腾讯云的镜像源 然后这些代码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 大家只要复制粘贴过来就好 那我们在修改完成之后呢 我们Ctrl加S保存一下 我们还是返回这个腾讯云的后台啊 然后我们还是点击左上角的这个文件夹按钮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刚才PIP的文件夹 我们点击一下上传 然后上传文件 上传一下我们刚刚修改的这个镜像源的文件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上传 这样的话它就会把我们之前的这个文件覆盖掉 等下方提示这个上传成功之后啊 它这个文件就已经被覆盖掉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闭这个窗口 我们在修改了镜像源之后呢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我们StableDefusion的一键安装脚本 我们还是输入这个运行指令 然后我们回车 好我可以看到了 那我们这次运行之后呢 这个脚本就会从新的A里面去下载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这里需要耐心的等待这个脚本去跑完 在这个页面跳转到这个Install Requirements这里啊 它可能会等待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 还是那句话啊 迪不动我不动 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就好 好我们看到在等待了一会儿之后呢 StableDefusion这边已经开始被我们下载第一个模型了 也就是我们默认的这个V1-5的这个模型 然后到了这个模型下载阶段啊 这个StableDefusion基本上就已经不复完成了 我们只需要等待这个模型下载完成就好 那我们再稍微等待一下 好我们这边模型已经下载完成了 可以看到它紧跟它去刷出来我们这个127.0.0.1的地址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这条Public URL的方式 这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可以访问我们的StableDefusion了 我们来复制这个地址试一下 好没有问题啊 我们看到这个StableDefusion已经打开了 我们还是做一张图示一下 入入我们这个祖传的关键词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右边的生成看一下 好图片已经生成了没有问题 所以说大家在执行我那个一键安装脚本 如果遇到爆错的话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腾讯云的源改成阿里云的源就可以了 这也是我们现阶段下的一个解决方法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测试继续安装这个CtrlDefusion的时候依然会爆错 然后这个程序就会强退 但是我们再次运行之后呢 CtrlNet就已经安装好了 而且可以使用 所以我现在也不确定 以后大家在使用腾讯云版本的StableDefusion的时候 会遇到哪些不可控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这个替换阿里云源的方法 虽然是可以跑起来的 但总觉得这个StableDefusion跑得磕磕磕磕的 没有原来跑得顺 那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是没有Linux基础的小伙伴 这里使用腾讯云的话 还是要三思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